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新高点 那我想其实当然目前整个多头的趋势还是在延续当中 那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要在股市当中成为长期的赢家 有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先看对趋势 整个大环境 整个大盘的方向 多空趋势先正确的把握住 第二件事情选对个股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在操作一些指数相关的产品 要赚钱本来就是拼个股的绩效 那第三件事情 有了一档股票 可是常常同一支个股 有人能大赚一倍 有人却只小赚了一成 甚至有人最后是绕得停损作收 为什么明明是同一档股票 这跟你的买点卖点有关 买在哪一个位置 是不是领先市场 所以看对趋势 选对个股 还有买对价位非常的重要 那一般来说 我通常会花呢 大概至少60%的时间 在选个股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个股决定了最大最大的比重 影响到你的操盘绩效 那至于说找买卖点 转折技术面这个部分 大概是在30%的比重 那我只有大概用10%的时间 来看趋势 怎么那么少 你会这样想吗 因为既然叫做趋势 它不会天天改变吧 天天改变就不叫趋势 就像从今年1月到现在已经9月了 台股的多头趋势 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 所以你其实不用每一天 每一天一直琢磨在 很多去影响大盘行情的消息面 或者说一些呢 知为末节的大盘的技术转折 技术指标 那个帮助不大 因为上天是公平的 每个人每一天就是24小时 如果你把你的研究的时间放在大盘 就算你大盘看得非常犀利非常准 那真的是这样 你就要去操作指数相关的产品 不然也是白搭 你把大盘都看对了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转化成金钱财富 那就白忙了浪费时间 那个股呢 个股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 现在有1600多档股票 我要教我的研究团队怎么去选股 从这些股票海选当中 我们要精选浓缩再精选 选出最强的标股 那这些股票 我们当然也希望呢 买完就能涨 这是大家的梦想 包含我们在内 我也希望买完就标 可是毕竟我们不是神 没有办法做得到 每一只股票一买上去它就喷 有的时候呢 的确需要一点时间酝酿 布局然后等它发酵 那你在布局的时间里面 碰到那种盘整 心里面会有点难熬 有点难受 这时候你其实只要呢 确定你看的股票方向是正确的 最终它会上去 那哪怕是呢 多等了一个星期 最后成功 最后的获利 还是能够稳稳的赚到 这个真的会比起 你在盘面当中 水波足流 老得好很多 因为很多人 其实在做股票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的 优势劣势想清楚 比方说 如果你是一个 在操盘上面 你对买卖点的转折 一个股票的技术面 筹码流向 你很有心得的话 那你的确可以 去参考一些 现在的法人 或说像温昀老师的团队 在看好什么标的 然后你按照这个标的呢 你自己 从你的观点来做操作 这个我不反对 你们看我的节目 有时候我也会介绍 很多好股票给大家 无私公开的跟你分享 也不用盖牌 你如果很会操作 你自己呢 可以把它当成 你的操作自选股 可是如果说 今天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投资朋友 反而是因为呢 自己的在操作的经验上面不足 来到股市里面 可能没有很久的时间 不到三五年 那你自己呢 常常判断会错误 那这样来讲的话 你就不是只需要呢 那个XXXX四位数股票代号 你需要的是 有人告诉你怎么做 那另外呢 如果你时间不够 你根本没办法看盘 从早上八九点 你就要上班 交代你底下的员工去做事情 甚至是呢 完成你的老板交办给你的事情 动不动被老板找去开会的人 那你怎么办 你又没办法看盘的话 现在股票一杀 有时候一天可以震荡十几% 从盘上的涨停 杀到盘下一下子 有时候三五分钟就翻黑了 所以你要有什么 经验 你要有时间 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那我们讲到九月份的行情 所以回过头来想想 趋势会不会改变 我大概会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九月份呢 重头戏 12号 苹果呢 千呼万唤 iPhone呢 终于要推出来了 这一次发表之后 市场的反应如何 给予的评价怎么样 还有呢 从Apple到国内 台积电啊 大力光啊 红海这些平概股的股价 会利多上涨 还是利多出境下跌 这个要观察 第二件事情 9月21号 联总会开完会之后 利率的决策会议 升息的几率不高 但是呢 很可能要缩表 那这个会造成金融市场 很重要的影响 你不要轻忽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美股 美股目前呢 科技相关的 包含纳斯达克 费城半导体指数 能不能续墙 能不能创高 还是拉回震荡的时候呢 至少不要跌破季线 这个也跟台股 接下来的9月行情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9月份的重点 就在这三件事情 这个10%的时间 拿来掌握趋势 那9月份的重点 我已经呢 用了三分钟 帮各位呢 归结完毕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 那9月份要怎么样呢 赢在起跑点选对标股 标股呢 有7个重大的秘密 那这7个重大的秘密呢 你把它学起来 抄起来 拍照照起来 都OK都可以 这个将来你一辈子 会受益无穷 以后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要看什么关键的内容 你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你会知道 要看什么关键的内容 那我们看到今天呢 例三 差一点要涨停 今天差一点又要涨停板 涨了大概有9% 那当然今天呢 又创下波段新高 那我们提到就是说 例三今年的下半年 重点在于健身器材 它以前是一家工具机的业者 那市场本来就是锁定在 美国地区做外销 通常在美国的外销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第四季比第三季好 这是传统的一个锦气淡旺季的分布 所以下半年越走越高 合理 可是你会发现到 今年同样是旺季要来了 可是例三的骨性很不一样 以前就像是一个戴着眼镜 乖乖地背个书包 慢慢走的好学生 今年呢 怎么很帅 用跑的 整个呢 益气风发 股性呢 充满了霸气 充满了霸道 因为呢 立三有了新订单 这就是标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它有了新产品 它有了新客户 而这个新产品就是呢 健身器材 从七月份出货量呢 单月已经拉到两千台 今年呢 要有五万台 那你想想看哦 它如果从下半年才开始呢 大量出货的话 今年要做到五万台 是不是代表八月份 起码还要比七月的两千台再倍增 甚至九月十月都还要持续呢 再比八月倍增上去 今年才能达到五万台的目标 那明年又要再比今年成长 又是翻一倍 所以呢 昨天跟各位讲嘛 八月营收 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 一定是盘面当中的焦点 可是呢 大户或法人 绝对不会看到报纸 登出哪一家公司 营收好才去买 他们早就开始在积极操作当中了 所以呢 我也之前就跟各位掌握到 历三八月份的营收 会很爆炸哦 会非常的强 那当然呢 数字的部分 我不喜欢呢 在电视上去游走一些呢 法令的边缘 我知道各位很想听很想学 你也想知道历三八月营收有多少 出货量几台 不是魏阳老师不爱讲 你知道吗 我们分析师 如果把这些数字讲出来 动不动主管机关叫我们写报告 这数字怎么估出来 如果整天都在呢 做这些文书作业 写报告给我们的主管机关 那我哪有时间帮各位选好的股票 会标的股票 所以当然这数字我们都很清楚 早从买进去的时候就知道了 家族朋友都知道 所以你只要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那事实上你要赚一档股票的钱 赚很多赚到宝 赚整个波段 不要被洗掉的话 这些数字本来就是影响你要不要续报的关键 当你心中很清楚 他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 看到跌你都会很想买 但是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 看到跌 当然怕谁不怕 这就是有没有基本面的掌握的差别 好 那宣德 今天股价呢 再涨停 再创新高 那因为呢 我们提到宣德符合的是呢 私募 立讯 在2012年私募入主 今年股东会之后 立讯的行销副总直接接任宣德董事长 所以更换了经营团队 那当然立讯也是他副爸爸 所以股价呢 非常的标 这就是新团队的效应 可是短线上面急涨过后 就是你不一定呢 要马上急着去追 因为这样子会让自己的风险增加 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成本的观念 布局的买点非常重要 可是你看哦 同样是新团队入主 有没有一些呢 比较低档的股票 有啊 像瑞利 瑞利目前呢 在董监改选之后 也等于是由 建讯的团队 来掌握他的经营主导权 那4502的建讯 也是今年一档大标股 但价位呢 已经冲到100多块 那比起来呢 瑞利跟建讯的合作 现在的价位 还是在一字头 那一字头的股票 你如果让他后面 真的出现了一些 业绩上的突破的话 那个拉出来的涨幅空间 往往可以比那种 四五十块 五六十块 甚至一百多块的股票 那个涨幅会来得更大更大 因为低价位的股票 就是这一点 特别吃香 只要你确实有转机的时候 那后面的故事 往往是一个大多头的开始 那目前来说 我认为 在还没有缴出真正的 获利数据之前 宣德也好 或瑞利也好 这些转机的公司 你就按照他的位阶 跟技术面来操作 会是比较好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有一些转机故事的 像位数 位数最近股价很标 对不对 那昨天在节目当中 请大家去猜一下 为什么位数这么标 我说一定在这七大秘密当中之一 不晓得你有没有猜到 那今天我来跟各位 小小的透露一点点 这个其实是你们如果够认真 可以查得到的一个资讯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位数呢 董事会已经通过决定要办理私募 那不超过呢 29012千股 也就是呢 在两万九千张以内的额度 他要办理私募 去查特定人来认购 这叫做私募 那是今年的五月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都九月 大家都早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那董事会通过私募 不是马上 他就会去办理这个私募 他通过之后是 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公司有这样的权利 可以呢 随时去发新股票 然后用恰特定人私募 认股的方式 所以这就好玩了 经过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市场上当初很多人 早就没注意这件事情 有注意的也忘掉了 可是呢 位数开始动起来了 那在今年的这个年报 半年报 其实位数有揭露一个资讯 半年报是今年的八月 对不对 八月中公告的半年报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有提到 这一段内容 包含在105年的12月 以及106年的6月 跟大陆的恒利天能 签署了合约 从刚刚的私募 到半年报所显示出来 跟大陆的这一家 入资企业恒利天能签署合约 公司在计划什么呢 讲到这里就好 好不好 剩下的事情 请让我保留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认真一点 自己去做一点功课 可是我不是鼓励 各位现在去追 其实魏朗老师想告诉大家 每一支股票 像栗珊宣德 像魏术这样的喷出大涨 他一定都会有一些线索 这些线索有时候 你们根本没发现 有时候是你看过去之后 视而不见 没有感觉 所以操作股票需要经验 需要团队一起努力 你才能够掌握出 这些重要线索 买得比别人早 低点布局的人 永远都会是赢家 那下面这一档股票 它的题材非常的强 可能比魏术还要更厉害 因为有四大标股的特质 因此这一档魏术第二 是这个周末 要给各位朋友 跟上脚步的机会 9月份的行情 先跟着我们把握住 这一档魏术第二的标股 欢迎各位利用今天 跟我们预约恰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到以前 我的小孩 竟然吃骨盘友情 喂 嘉南洋乳吗 当中在嘉南洋乳 每天天外公 无关头风落后 以后也准时三九月 实在让人很感兴 看到小孩 健康 高大 还有世界顶级金牌奖的保证 实在真是隔壁 为到小孩的健康 千万五堂缺 嘉南洋乳 我们坚持尊严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 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投顾 02 2542 8999 2542 8999 他们在加什么 1919食品检局转一 标识都不清楚 1919食品相关咨询转二 食品有问题 还不给退费 1919消费问题转三 食品企业法律 不知道怎么咨询 1919周小企业 咨询转四 这些是进口的 还是台湾的 有安全吗 1919生鲜农产咨询转五 全国食安专讯1919 一头就够 卫生狐狸部 关心您 游安事件爆发 传统冷牙制油 越来越受重视 家庭主妇图费文 决定创业卖油 坚持低温冷牙限榨 保留了芝麻油的风味和营养 忽然负心心了 气衣从浓的邱俊敏 坚持不用药 如何种出特等奖 被封红枣王 一生玄命的毛笔职人陈耀文 把制笔当作艺术创作 研发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毛笔 请锁定本周日的台湾真善美 跨海飞越一万多公里 我们在美国的CES 川普行政当家 是契机还是挑战 进行从美国转到香港 我们站在亚洲的金融中心 产业变化超越想象 看企业如何成神 全球真金缓缓相扣 在台湾我们跨越视察 多投市场当中 投资人容易困惑于 现在盘面上的焦点股 强势股 有时候你新一集看到 盘面当中的焦点股 强势股去追 很容易刚好变成 主力到货的对象 我其实跟很多投资朋友 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发现说 大家赚不到钱 都是因为 你掌握到了一些焦点股 大概都距离它的底部区 都拉开一大段 有的可能差了十几二十% 有的都已经飙了五成之后 散户才开始进去买 当然要赚钱的几率就会降低 其实做股票 不用常常频繁的进出 也不用一直换股 也不要忙东忙西 不知道在忙什么 真的 你们以为说做股票 就会影响到生活品质吗 其实真正会做股票的人 根本都是把时间拿来做 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投资 是要用钱来赚钱吗 如果你整天在盯盘 整天在那边花心思在想 股票要怎么办 怎么办 为什么跌了 涨了要不要卖 连收完盘你的心都还进不下来 到晚上你还在想这个事情睡不好 那就本末导致 投资是因为你想要让钱 自动帮你赚钱回来 就好像你的钱 是你的金残除去帮你咬钱回来 这样才对 反而我很多 刚加入我的股市权威家族朋友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说 原来做股票是可以做得这么轻松愉快 但是跟着我半个月一个月 慢慢地掌握到老师的节奏之后 他们都懂了 原来做股票真的是可以这么愉快 所以当最近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问说 老师怎么样可以参加你的会员 老师我要怎么样办会员 我请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参加 如果你才刚看我的节目第一天 第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月 那请你先不要参加 我希望你在参加我的会员之前 你都至少有连续每天看我节目看 一个月以上 因为你一定要先了解 魏昂老师操作的风格 我是怎么样帮助投资朋友赚钱 这样你来参加我的会员才有意义 你才能赚钱 否则并不是说 你今天办好了手续 今天成为我的权威家族会员之后 下个礼拜开始 你就每天都来赚钱 每天数钞票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操作的习惯是在自己改不过来 操作的观念方法 那个都是你以前怎么做 你很容易陷入以往那种错误的循环 那我需要一点时间帮你改过来 那与其你还没有改过来之前 你就急急忙忙跟着我做 我告诉了你这一支股票 结果你还是用你以前自己那种错误的方法做 你怎么赚钱 所以我希望你先看我的节目 只好看一个月以上 当你觉得你的理念跟我相近的时候 这时候你再直接来参加我做的时候 你会事半功倍 会特别的操作顺手 我们讲今年4月5号的时候 4月5号重达在这个位置 很少人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后面会怎么走吧 当初魏朗老师就直接预告了 先看历史新高106.5元 结果到了今年8月 他不但超过以往的历史新高 还飙到142.5元 我们家族朋友大赚了88% 大赚88% 而且到现在还是获利续报 很多以前操作错误习惯的人 就会怎么做呢 这股票这边上来之后翻黑赶快卖一下 这样我已经有赚了8%了 能赚88%你不要只赚8%就跑 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反而有点对不起我这样讲 这边翻黑 这边破十字线 书上说破十字线 强势股破十字线 我们先卖一趟 这边下跌破前低 我们停损 飙了88% 一挡股票你就是买进 叫你续报 你就续报 帮你追踪 你就耐心 不要急急忙忙下车 该赚的要赚到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根本不用去盯 重打每一天怎么走 你的时间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事情 时候到了该全数获利下车大赚 真的该你开心数钞票的时候 我会通知你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开始在累积获利当中的 月丰 还有之前跟各位讲到的利青 位阶都还很低 仓佑 利青跟仓佑都会跟 接下来的中国车市的复苏成长 有关 而且他们分别都掌握到重要的趋势 像利青是做汽车的LED灯 目前切入到头灯的市场 这个市场还很大 所以即便中国车市 偶尔有时候降温减速 但是这种组成长趋势 就是车灯都换成LED 太换这个趋势 它是不会停下来 仓佑是手排车换自排车 这个趋势你自己想想看 自排车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被人越来越少 新的月份 新的开始 我们也会开始在做持股上面的调整 有一些大赚的股票 来到目标区 或后面的成长动能 已经差不多反应完的 我们会适度的减满或拔档 但是资金就是有卖 才能有买 去买进了一些新的股票 目前我们在开始布局的一些标的里面 你跟上脚步都还来得及 你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而且一起复制 重达的这种成功模式 一档股票 能够让你狂赚88% 你一定要经过布局 等待发酵 喷出大涨 然后收割的阶段 这档个股 从4月5号到现在 5个月之内 帮家族朋友 狂赚了88% 这种大波段的股票 我们还有一些 正在卡位当中的标的 当然也有非常呛纳的 像位数这种 7天之内狂赚34%的 小型标股 低价标股 转机标股 下个礼拜 这一档位数第二即将冲出 它有四大利多题材汇集 股价在非常低档的位置 所以这档标股 非常适合一些 如果你的资金比较有限的话 喜欢短线喷出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9月份的大好行情 从下一档标股 开始跟上我们的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下周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